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44年从事工人行业已经有25年了 我是地理造长的一个扬州人 扬州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是中国豪洋菜起源地之一 我总结出来的 豪洋菜应该说有三个特点 屏中出起 外众出芽 暗香腹 阳州炒饭把暗香腹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的暗香腹味呢 就是说在这个菜里面 你能吃到这个味道 但是看不到原材料 阳州炒饭里面 主要是有一下几个品种 这些原材料 虽然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名称 但是选择的时候呢 都有很多的要求的 这个味道也不错 吃起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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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呢 我们都是用上好的旋米 搁一点火腿油拌匀 放在正上去把它蒸熟 这个里面鸡蛋也是很关键的 鸡蛋我们都选用 出生下来三到四天的炒鸡蛋 因为它呢 做薄油的粘稠度较好 同时它的PS看成呢 也在气质间 用这个鸡蛋炒饭的时候 非常干香 色泽也非常好 在配菜的过程当中 一个原则叫 辅料不能大于主料 所有的这些 需要改造的原材料 一定要改造0.4间房的小丁 因为米饭出来 它的长度是超过0.4的 所以说我们的辅料 只能是小于它的米饭呢 米饭是相当于皇帝 我们这些配料就像大成的 扬州炒饭 它的调料很简单 也就是一个盐 一个油 别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才能让它非常的鲜美呢 这个里面有个秘诀 我们要制作它的虾子令 热锅 放冷油 鸡蛋一定要快速地 在锅里搅动 变成这个木漆段 由于这个米饭在锅内 它已经脱水 它已经脱水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加入鲜汤 让它卸出更加鲜美的味道 羊肉炒饭呢 这种功力呢 是让每颗米饭 在锅里 跳出热辣的舞出来 每颗米饭 都不能相互地去粘连 我们炒饭 在吃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嚼的时候 每种味道都能体现出来 羊肉炒饭呢 在羊肉呢 基本上是家家户户 它都会做 它不是泛指了一种专业的菜肴 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002年 我们是烹饪协会 为了是让大家 有同一的思绪 这种情怀要皈依呀 然后就制定了 这个羊肉炒饭的标准出来 羊肉炒饭呢 从古演变到现在的话 其实是反映着 我们叫与时俱进 人的生活状态是去改变 人的需求改变 同时我们的饮食 要跟着去改变 你只有与时俱进 跟着改变之后 你才会有生命力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从事厨师行业的 启蒙的地方 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 后来又遇到了 我们全国的一个知名的大师 薛玄生先生 他是第二代的火洋才春天 在他的影响之下呢 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第一次炒饭给师傅吃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心里呢 炒的时候呢 手法有点发抖 但确实呢 手抖了之后啊 就有点出现小插 但是还好 你跟我多讲什么 他说下次要做一下 我能这样管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们都是传承人 怎么样传承 怎么样教他们下一代 让他能够传承下來 我们好的优秀的作风 优秀的作风 优秀的作风 首先第一 厨蛋 我呢作为羊肉炒饭的 非传承人 如何去把羊肉炒饭 继续地去发扬光大 继续向雨外推广 只有我们的不断的坚持 才能拿我们的下一杯 或者更下一杯 才能吃到他们的父杯 一夜杯那时候的味道